领略了大西北的风光 我们再到南方去看一看 贵州利波拥有四季世界自然遗产地和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两张世界级名片 素有地球绿宝石的美鱼 数据显示呢 截至到5月8号 利波今年接待的游客已经达到了736.47万人次 同比增长20.32% 旅游总收入是76.87亿元 同比增长19.49% 利波旅游火热的背后是什么样的文旅新业态呢 跟随记者去感受一下 我现在所处的就是利波小七孔景区鸳鸯湖的上湖 游客乘坐这样一艘透明的小船 就能够在附近1.5千米的湖面上自在地行舟 真正近距离感受像绿宝石一样晶莹剔透的湖水 以往的小七孔景区消费场景少 游览体验单一 是一个典型的观光型景区 去年开始 小七孔景区围绕游山玩水两大主题 新增了透明船 踏铺溪水 丛林探险等新项目 受到游客青睐 坐着这个玻璃船 透明船往里面玩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这个透明船看到我们脚下的那个湖水 我现在所处的是景区的一个溶洞的洞口 它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距离地面有六十多米 一条瀑布从这个山顶的一百多米的地方飞流直下 一会儿我就要从这个半山腰的溶洞的洞口 从这儿大概六十多米的高度瀑降下去 从空中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小七孔景区的魅力 平时都是远观瀑布到这儿真的有一种 跟瀑布上的水珠一块下来的感觉 我真的是感受到小七孔带给我的心跳了 瀑降位于景区新开发的2.8千米适宜探险路线上 也是游山青探险项目之一 这条线路经过溶洞、时尚森林、漏斗森林、竹林等独特景观 包括了丛林探险、铺降、攀树 以及亲子沿学等深受游客喜爱的项目 截止到5月18号 今年利波小七孔景区新开发体验项目 共拉动消费约3千万元 眼下景区依托探险线路附近的36棵大树 正在建设一条跨越主海近300米长的丛林飞跃项目 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又有刺激又有快感 在滑行的过程中还可以观赏到独有的自然的美景 那就是我们的主海 目前来说这个地方是说参与我们项目的一个游客开放 如果是明年我们把基础设施进行完善以后 小区供每天的接待量将会增加5千人左右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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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